小芯她最近的項目會比較痛苦 我覺得… .. 她可能過往大 existential 亮綠的表現 然後也可以跟執政頂對抗 她同時可能就會 出事情的時候 她背後就會覺得充滿了道理 passage 在說哮話這樣就是欸 國民黨立委 徐竅心 身陷大姑夫婦 詐騙案 竟然遭到綠營窮追謀打 甚至連打仿學頭都遭到放大檢視 對此 其實對手 前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 接受中指新聞專訪 除了感叹徐晓鑫最近会很辛苦之外 也认为他现在的遭遇 跟民众党这一位非常像 我觉得他会有点辛苦 那辛苦的原因是因为 他过去他有很多这种街壁 或是他可能去跟绿营的网军去对杠 等等 就是他一方面做这些的时候 他的确有获得了声量 有知名度 但是他同时可能就会 这个树立了一些他看不到的敌人 就是你知道那个敌人在哪里不知道 那他就是出事情的时候 他的背后就会觉得充满了刀 你不能从哪里来 我觉得最恐怖的地方就是这个 我觉得他跟 我觉得有点像 宏安市长 高宏安市长 有点类似 对就是 他可能过往大也是非常亮丽的一个表现 然后也跟执政党就是你知道 或者对杠啊 然后怎么样 但是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那个 那个权衡之间 他有力一定也会有力 那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哪里 其实我 我觉得小金他最近真的会比较深刻 就是他可能也会有点影响到他就是 你知道 心情吗 还是情绪 我觉得他的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看到那天也哭了嘛 对啊 一定会觉得沮丧嘛 然后会觉得为什么 就是要被大家这样子误解 或是因为其实实际上 这个案情到底是如何 我们现在也不好说 他已经失交 不知道说他到底为什么被攻击 我们已经不好都说 那我只能说就是过去可能因为他 有树立了一些他看不到的敌人 那这个时间点可能就会突然 大家就会一起围伤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 有时候是很 有些人可能是在等 你知道吗 这圈子有时候可怕 就是他 当你就是很疯狂 我想说好 假设很疯狂的时候 那你同时可能 有些人会说 你可能就是踩着谁的尸体往上跑 就是之类的 然后大家会觉得 你也疯狂 然后没关系我就忍你证 我就等你什么时候出事情 我说是这样 所以这个圈子我觉得 就是绿营有时候会是重要 然后有时候看他们党内的 也是这样的状况 平常大家都好好的 然后突然出事了 入文抄袭了 你这样讲也对耶 对啊 所以我小心辛苦了 好吧 你自己试下《无人敌只是